上回讲到强者俱乐部 这回咱闹了海里下大雪的事 要不说比奇堡要搁东北这个啊的 照这雪厚的下屁脚的架势 起码也得零下二三十度啊 原来不知道从哪飘来的冰山 正好会要到比奇堡脑挖顶上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寒潮预警 大雪来袭请居民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 小海年就像那南方小伙伴似的 八百年见不着一次雪 这一回必须得露尽兴 果不其然比奇堡居民各个都是雕塑大师 堆雪人妥妥叼成了艺术展 老皮就带着不知钱那样 害羡的统治世界呢 两片雪花就能把你鼓头架子压舌喽 派总也贼激动 就穿老大肚傻子在雪地里雇佣 一回神一个大坑也自己吓一跳 突然对面一大雪球拍的脑袜门上 很明显就是小海绵干的 派总愣着傻子喝的醉不上号 海绵这样的又是一雪球打的个猝不及防 派总心的鬼愣的呢 卡子兰大眼睛算是白掌了 是没玩过打雪仗是咋的 你得支撑起 首先得团出个雪球子 该说不说咱们派总就是牛逼 都能做出个基因分子排列 就是团不出个雪球出来 急得赶紧求助小海绵 多损多损 这小子可挺阴的 冬日雪球大战一触即发 外边打得热火超鲜 楼上的老张好像那两只超发奶 穿老粉朵鞋烤得造空火 被一种红糖锁手拿小柠檬 下一秒老张刺自己一眼珠子 啥也不是 听说外边叮光的 俩人在人团不大雪球 那咱说就不能稍微小点动影吗 小海绵跟派总都希望老张加入自己的战队 瞅他俩那呼出 老张就享乐 来个大嘴嘎嘎的时候 小海绵一个雪球子 就把他家炉子火给拍灭了 派总也不惯他 直接给小海绵拍雪壳子里 老海绵念的彻底被激怒 把我挖顶上扣个漏斗 海绵盘加特林已上线 派总瞬间被雪球埋没 秃秃秃都不太歇气似的 拿出个2.8千斤那样 前方高能 某粉红海星被狂贯白色不明物 硬气不到两秒跟肿个炸子似的 打雪仗里也没有朋友 今天老海绵念的就教你做人 无底洞被雪球堵得满满登登 急得赶紧场外求助 框框敲老张的门 刚开始是噎住了 现在压进去了 主要是花肠笋来尿了 趁老张家毛楼子四方一下 派总俩腿紧的夹子很怕尿出来 好说歹说老张才同意 不过已经为时已晚 这边海绵把我洗头掉出老张头敌 一个雪球子又给炉子干灭了 老张刚要还手 派总又跟得下起哄 张云泽只能表明立场谁也不帮 打雪仗是小孩才玩的游戏 假着小爷就把脑子干掉了 他一早尿完裤兜子 就沉迷干掉脑瓜子 老张挠不出海绵垫子 脑人被打出来的画面 搬个瞪子准备看好戏 没成想人俩握手和解了 人俩也搅得 打雪仗是小孩才玩的游戏 就签了个停干协议 老张好戏还没看着呢 激闹的把协议撕了 他假装自己去小海绵挑事 上来就给派总一雪球子 派总马上还回去一个 咱说你打我我打 你这逻辑没毛病啊 想让派总打小海绵 你就直直说呗 真香可能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老张也要加入打雪仗行列 不堆个堡垒保护自己 那叫打雪仗吗 老张就咱那糊弄糊弄的 派总可不管这那 啪啪的大雪球子 就是往老张脸上呼 老张一个大胃炮 又把炉子排灭了 难道这就是战争开始的讯息吗 换说这俩虎超超的 没两下老张就被拍成个雪人 孰可忍 审不可忍 老张反击打撞小海绵的那一刻 别提多高兴了 这简直就是俺老张的高光时刻 绝对是减压妙计 没等派总反过边也挨一下子 老张瞄懂其中的快感 欢迎收看雪林淡雨 这老张直接是天天在屋里憋出毛病来了 可下得个机会释放 树敌都当雪球子干出来了 扎免和派总赶紧走为上策 老张赶紧趁这个工作修建堡垒 那叫一个滴水不漏 再使使劲都会干出海景面了 此时的老张眼望红雪丝 打雪仗打得走火入魔了 再看波罗屋的人俩就插错抗头刻毛刻了 好了 影片到这就结束了 有机会来到北面打雪荡呢 接俩 送客 观音走好